哈喽,大家好,我是霍霍,今天用绿豆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非常的香甜美味,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这是我提前一个晚上泡的220份的绿豆 把它清洗干净,控干水分 直接倒入蒸屉里面 用手给它铺平,在上面戳几个小洞 盖上盖子,大火蒸熟 在碗里放入一把红枣,倒入这样的清水 把红枣清洗干净 把起来的红枣用刀切一下,顺便去合 然后再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备用 这个时候的绿豆已经蒸好了,用手一捏就能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绿豆放入大碗里 倒入60克的白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倒入150克的糯米粉 放入红枣丁 用筷子先搅拌均匀 再倒入100毫升的清水,边倒边搅拌 使每粒绿豆都裹上糯米粉 能够使它们粘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最后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模具,底部和四周都上一层食用油 把绿豆糯米糊倒入里面 上面盖上一张保鲜膜 用手给它按压平整 这样子不粘手 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平整呢 上面盖上一个盖子,不要盖紧 放入锅里 盖上盖子,水开之后蒸30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看一下 把它取出来 自然放凉 或者是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两个小时,效果会更好 现在这个绿豆糕已经晾好了 把它倒扣过来 用刀切成小块,方便食用 再切成小方块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好吃呢 摆入盘里 一道非常好吃又美味的绿豆红枣糯米糕就做好了 这样子做营养好吃,软糯香甜 看一下,满满的都是绿豆香 还有红枣的香甜 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又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后来的视频记得点击公众转发 拜拜